直话直说 好的东西 只要你到底了 菩萨就会感应 菩萨就会让你成菩萨 成佛 过去 有过啊 一个人对老师好的 四楼父母一样啊 最后老师年纪大了 对不对啊 给他倒死倒尿的 给他照顾自己父母亲一样的了 最后这个孩子呢 从状元 马上就给他福报啊 然后他中了庄严 他辅佐啊 自己的这个这个这个皇帝 最后走的时候 这个人家说他是像活着一样的脸啊 上去啊 这种人 菩萨怎么不给他上去啊 你有一个事情做的特别贡献大 你任何一个事情 只要你贡献特别大 你就成佛了 明白了 明白了 对啊 任何一个法门只要你到底了 嗯 学到底了你就成功了 明白吗 哦 你照样可以成佛成佛 对啊 举个简单的意思 你看过 你看过那个那个 你今天就是过去 扬州三把刀啊 对不对啊 哦 理发刀 啊 牵脚刀 还有一个什么刀的 啊 哦 我想不起来了 就是说你拿不牵脚 你牵得好 你也算 也算一个本事啊 对不对啊 对对对 是吧 三把六十号 航航出状元 对不对啊 有的东西很冷门的 没人学的 他学了 对对对 那师傅啊 你就像岳飞一样 他那种 对国家那种 尊心 就是那种 也照样感动天气 人家照样成菩萨 对呀 精忠报国呀 对对对 越非就是菩萨 对不对 越非就是菩萨 他这下去啊 做鬼呀 打在地狱里呀 你主人不能这样做的 对不对啊 是吧 那你让包青切 他就是公正之法 刚正不恶 他也照样做菩萨 是就是这样 对呀 观地菩萨啊 对对对 本来就是下来 让众生学学 他是这种公正的 嗯 明白了 明白了 哦 师傅 今天的问题问到这 感恩师傅的 可以开始 谢谢您 好 谢谢关心 你听得懂吗 好了 再见 再见 好 明白明白 感恩 再见 再见